原标题 曾经圈内的模范夫妻 现在对不公堂女方胜诉 获赔48万2018年接近尾声 娱乐圈这一年出了不少新闻 比如前段时间就又牵扯到李小璐和男星油染 之后贾乃兰还发恩一次澄清 表示自己现在一个人过得也很好 吃瓜群众们纷纷猜测 两个人可能是离婚了 不过最近貌似事情开始有所反转 官方表示李小璐并没有出轨 而且要通过法律追究一些造谣人士的相关责任 官司已经胜诉 几个被告人供赔偿当事人约计48万元吃瓜群众 有点猛虽然官司打赢了 但是要是想靠这么一纸通告就洗白成功 貌似也不太容易 毕竟这一年在大众眼里 他已经是一个婚内出轨 不管孩子不顾丈夫疼爱的女人 更何况跟李小璐牵扯的 还不只是婆一个人 现在又不出给薛之琴油染 所以不管是年初还是现在 想再恢复好妈妈 女神妻子的人设基本不太可能 最近贾乃亮在某活动上露面出席活动 当天他身着一身黑色衣服帅气又精神 只是比之前消瘦了些 但是好像肌肉结实了很多 更像男神了 估计是要走行男路线了吧 之前贾乃亮给我们的感觉虽然接地气 但是现在的他 正有种大男人的样子 估计这一年 他也成长了不少 尤其是看到亮哥的手机壳 绝对完全地表达了贾乃亮的想法 果然认真的他更迷人了 网友也纷纷表示 这样的亮亮 太慢了这段时间 两个人离婚的消息也传得沸沸扬扬 虽然不知道真假 当事人也没有正面回应 但是基本上目前两个是没有任何互动的 其实他们要是真的不在一起了 最让人心疼的就是甜心 之前跟着爸爸一起上踪迹 也是圈粉无数 尤其是他天真的样子 真希望他可以开心地成长 夫妻之间的恩怨 会给孩子带来无尽的伤害 娱乐圈这样的例子早已经不在少数 成容一时的风流 影响了小龙女的一生 陈与凡希独 元宝在无人陪伴 对于孩子来说 父母是不是明星都没有差别 在他们眼里 那只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小天认为 破裂了感情 不仅是影响了夫妻两个人 孩子也成为了这场感情中的牺牲品 双亲的陪伴是比任何物质都要珍贵的